作为入门日潮的新手 就算没穿过 肯定也听过City Boy这个风格 几乎就是日潮的代名词 今天我就给兄弟们推荐10个 来日本旅行时 必须来逛一逛的City Boy风格的品牌 以及品牌代表作的定番单品 大概的价位和入手的方法 其中也会融入不少 我个人对这个日潮代表性风格的理解和看法 聊得不对的地方 欢迎兄弟们也可以多留言讨论和指正 这是日潮新手入门系列的第二期 第一期我推荐的是日产牛仔系列的Top10 没看过的兄弟也可以去翻看一下 事实上如果你问一个日本的年轻人 你穿City Boy风格吗 那么大概率他先是一脸懵 然后谦虚的向你请教 这是一个什么风格呢 这时你突然也有一点懵 仔细想了想就认真地解释到 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 但City Boy风格在大家的心中 似乎就是宽松的Oversize版型和清新简洁的复古配色 款式大都是美式复古的基础款 再拿出几张标准的City Boy穿搭给他看 这时日本的年轻人看了图片也终于懂了 他会说原来就是那种元素色谷的街头skater风格 是的追溯到90年代 受到欧美的街头滑板文化和嘻哈音乐的影响 很多日本年轻人开始模仿这种Oversize穿搭的style 宽大的T恤或者是当身很深的军裤 都是为了方便滑板时表演各种动作 棒球帽是因为户外需要遮阳 而后跟所有的潮流进入日本后一样 日本人开始改良并植入自己的风格 干净和简洁的Oversize穿搭 开始成为东京年轻人更加主流的风格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用所谓的City Boy这个词呢 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来自日本以外的原创叫法 追根溯源可以说完全是因为一个人才有了大家口中的City Boy 这个人呢就是被称作City Boy大神的长古川昭雄 作为潮流杂志泡派的前首席造型师 City Boy风格啊虽然并非他所原创的穿搭风格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他开始 这种Oversize的穿搭风格啊 终于发扬光大 走向主流 超大版型和高高瘦瘦的混血模特 就是他拍摄lookbook的标志性的风格 因为POPI杂志的slogan是Magazine for City Boys 而很多的海外潮流玩家第一次开始研究日潮 就是从看大名鼎鼎的POPI杂志的look开始 所以呢他的标志性搭配风格 也被大量的海外玩家称为City Boy风格 所以总结下来啊 其实所谓的City Boy风格真正叫做长谷川风并不为过 因为POPI主编呢其实也谈过对City Boy的定义 是指那些不只关注外表还身世有理 且有上进心的男生热爱生活和旅行等等之类的 而这个官方的定义啊也很明显 跟现在大家口中的City Boy风格相去甚远 从2012年进入POPI杂志开始 长谷川一直坚持这种独特的风格造型 如今啊已经成为日潮第一造型师 由他造型的品牌有Double Types Nanamika Daiwa Pier39等等 也有了他自己主理的品牌 Nautica Japan和Column 在日潮圈子的地位啊可以说如日中天 而我们今天盘点的十个品牌呢 也基本上是以长谷川招雄作为主线来按图索计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City Boy风格穿搭并不适合所有身材的人来做穿搭 为什么这个风格会在日本年轻人中快速传播开来 主要原因啊是日本人的身材大都鲜瘦细长 Oversize的线条呢可以说让人看起来更强壮 并且有拉大头身比的视觉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瘦瘦的女生啊穿上这种风格 也是非常的好看 成为女生穿搭里面一种比较独特的风格 所以这里也顺便谈到很多兄弟说 人矮就穿不了City Boy 矮上加矮 其实啊并不是的 身高不高的女生都能穿 所以最重要的是身材比例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健身非常强壮 或者呢已经是偏胖的身材 那么在搭配上宽上再加宽 过了这个度 就会在视觉上让人看起来更胖且变矮 所以大家呢选择穿搭风格时啊 一定要理清思路 不要跟风 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 做到极致 才是正道的光啊 City Boy也是我个人平时穿的最多的一个风格 因为我的身材特点呢 就是身高比较高 且头为大 也没有健身 所以City Boy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阳长臂短的穿搭思路 讲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City Boy风格是一个很模糊的外来概念 很容易引起争议 所以啊 以上也仅是我个人对这个风格的历史和来源的理解 欢迎兄弟们啊 来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理解 下面正式开始推荐 City Boy风格的闭光品牌 也推荐一些单品 Double Types 提起来的话呢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军事风 但其实啊 因为主理人西山车本人 就是元素的滑板少年 所以其实品牌呢 也是板仔风的元老级品牌 而且品牌早期开始 就跟长古川招熊开启了非常深度的合作 不仅品牌的lookbook 全部由长古川来负责造型和拍摄 甚至很多重磅的单品 也是长古川来主导 比如说之前这一双 跟New Balance联名的990v2 就可以说 配色完全脱离了军事风 就是长古川喜爱的复古清新风 Double Types的City Boy风格单品太多了 只能说更推荐其中的军事风单品 因为比如条文T 其他的品牌的替代品啊 真的很多 我个人更推荐的Double Types的军裤 和多代军事风夹克 2022年以AH 也就是长古川招熊个人之名 和SSZ的三方联名 长古川选的这几件单品 也能看得出来 他眼里最匹配City Boy风格的单品啊 就是Oversize的军事风多代夹克 还有垮垮的军裤 也都算是Double Types的 最代表作的单品了 一般军裤的价位呢 是三四万日币 多代夹克呢 就贵了不少了 大概八万左右 而且啊 入手难度很大 不过有两点啊 要提醒兄弟们 一个是现在想来东京买Double Types的话呢 进店需要提前官网预约 预约的方法呢 参考一下我的攻略 另外啊 就是品牌近几年的口碑 直线下降 究竟原因 一是因为做工用料 品质下降 特别是传统看家本领的水洗工艺啊 几乎全面消失 另外呢 就是款式重复 年年啊 换汤补换药 入门日朝的兄弟呢 如果对这个日朝元老 情怀满满 且真的一件经典款的Double Types都没有 那么呢 还是可以入手几件经典款感受一下 为了一些骨头logo之类的 去加高价 那真的就没啥必要了 因为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种社交话题度了 聊Double Types 就不可能不顺着聊一下DCDT了 如果说Double Types 是从Neighborhood中独立出来的军事风 结合板载风的新品牌 那么DCDT呢 就是从Double Types里 独立出来的美式复古修仙风 说起来啊 也更匹配大家印象里的City Boy风格 品牌的每一季lookbook 一样由长古穿操刀 说实话 拍的是真的好看 之前跟Nautica的一波联名 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话题度 品牌里我比较推荐的经典单品 一个是各种复古风格的帽子 真的很有板仔的风格 再就是大印花的T恤和卫衣了 配色和印花都很有90年代的氛围 品牌价位真的不低 一般卫衣要3万 T恤要2万日币左右 帽子也要1万左右 与高定价对应的 这几年的问题 也是跟兄弟品牌Double Types一样 越来越凸显 我就不重复了 特别是T恤的面料又薄又软 拿到手上摸摸面料 真的是惨不忍睹 所以也只剩帽子 我还敢推荐一下了 入手的话 随着东京唯一的实体店弊店 确实有点难度 推荐开下我的新速购物攻略 那里有入手的路线推荐 要盘点City Boy 这个风格的顶级日系品牌 我感觉就不得不提到 在华语群体里 于文乐对这个风格的推广 功不可没 从2017-18年左右开始 于文乐从合身穿搭 越来越转向oversize 搭配滑板鞋 而且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Double Types和Descendant 这两个品牌 对它穿搭的影响 而且它还融合了 自己早期爱穿的牛仔单品 开创了不少日系品牌里 也找不到的版型 被称为垮牛的Madness 身当牛仔裤 甚至是合身的牛仔夹克 也被做成oversize的风格 这些都是在日朝品牌里面 很难找到的版型 在于文乐的Madness 和它的一众国潮追随者品牌的引领下 City Boy风格一度泛滥 成为了华语圈日朝的代名词 在前几年可以说达到了巅峰 但仔细看一下 其中大多数的款式设计 可以看出 对美式复古和板仔街头文化 并没有什么理解 单纯的在跟风 也导致了这个风格的口碑下跌 火爆后两有不齐 这是难免 情报员在这里 还是坚持给兄弟们 推荐一些真正的 精品的City Boy日系品牌 Namika 可以视作北面指标的高端支线 这几年大有名气超越指标的意思 真正让品牌出圈的开端 就是找长谷穿招熊 打造lookbook开始 它的户外摄影风格 让原本极简风格的单品 瞬间充满了美式复古的户外氛围 加上品牌的单品 原本就都是oversize的尺码 成为了City Boy们的都市机能标配装备 那也是顺理成章 品牌我最为利剑的单品 就是使用了顶级高Tex面料 加入了现代剪裁的风衣系列 长短都有 真的是很有型 T恤和裤子之类的呢 确实其他品牌也都有很多选择 但是下雨刮风天啊 需要功能性的风衣的话 就真的要选Nanamica 这样的真正的户外品牌 不同于十足鸟 或者是北面 这些硬核户外的硬核设计 Nanamica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把极简都市少年的版型 和功能性融合到了一起 在这一点上啊 目前还没见到其他的品牌 可以替代 当然品牌的Cruiser Jacket 或者是Coach Jacket之类的也不错 但是感觉啊 还是没有风衣 那么的经典和独特 价位的话呢 一般短款的夹克和风衣 在六七万日币 长款的风衣呢 甚至要上到十几万日币 着实啊是不便宜 不过百搭又经典 一件啊 不知道可以穿多少年呢 感兴趣的兄弟 可以看一下我的戴观山逛街攻略 自己上身试一下感受一下 提起City Boy的户外风格呢 就不得不说 另一个日系户外品牌 达伊瓦皮尔39 这个年轻的品牌啊 在2020年才推出 就一炮而红 成为了日系户外新热品牌 不得不说 长古穿招熊的陆克罩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一个老牌的鱼具品牌的全新直线 可以瞬间话题度爆棚 品牌的用料做工过硬 设计上啊 扩型超大 我1米8的身高也是L码 用顶级的户外机能面料 复刻了不少的上世纪的经典版型单品 唯一的问题啊 就是定价确实是高 在日潮品牌里面 大概也就比Viswim便宜一点 这点啊 也让潮流热度退去后 品牌的销量开始出现了停滞 所以呢 如今在各大买手店 常常寂寞呢 都会出现打折的现象 其实啊 我觉得品牌打七折 或者更多以后呢 设计感还是用料做工 都算是对得起价位的 没那么热了 也是一件好事 起码真正喜欢这种 City Boy式的户外风格的兄弟 觉得现在买得到也买得起了 品牌单品里啊 我比较推荐两类单品 一个是多口袋的夹刻 复刻自上个世纪的多口袋 摄影师夹刻 确实选的版眼光独到 罕见啊 有其他品牌复刻 且做工复杂 价位高一点啊 也是情有可原 一般在六七万日币左右 另外啊 就是品牌的羽绒服系列 主要是版型 足够oversize 穿上有型 且使用顶级的Gortex面料 用料做工到位 一般价位呢 都在八万日币左右 只能说啊 如果能打折入手 还是很超值的 入手方法 建议参考下 我的元素攻略 和南青山攻略 其中啊 都有具体的线路指引 SSZ 作为Beams旗下 唯一一个需要发售日大排队 才能入手的品牌 品牌的风格 由Surf 加Skate 加Zine构成 设计灵感呢 大都是来自于 主理人加藤中信 对780年代的音乐 时尚类杂志的简报收集而来 而加藤中信 跟长谷川招熊的 个人私交极好 这个在业界啊 可以说是众人皆知 很奇怪的是 品牌的look呢 并没有长谷川来拍摄 而是一直由加藤的儿子 来当模特 在家里的卧室 阳台之类的场景来拍照 看画质啊 应该也是手机拍的 不得不说 这样的look 也能引发抢购 那确实是单品实力强 主理人也够自信 SSZ 我个人最推荐的单品 就是滑板风格的 休闲裤和牛仔裤 浓浓的90年代 街头板仔风 基本上啊 算是市面上独家的风格 这个我上期的 日潮新手系列的 第一期里面 也谈到过 就不重复了 SSZ的发售 不上beams的官网 基本上啊 只能靠加藤中信的 硬实更新 来看款式和发售时间 我参加过几次 beams元素店的排队 热门单品啊 都是当天就被冲没了 所以入手难度比较大 有兴趣的兄弟呢 关注好加藤老哥的印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 除了beams旗下的SSZ 加藤中信呢 还有一个 自己做着玩的品牌 Roacher 风格在我看来 跟SSZ 没有任何区别 发售新品呢 也是不定时 看他的心情 入手啊 基本上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官网上订货 我上次订了一件衬衫啊 足足等了快两个月才发货 果然是玩票品牌 可以看出啊 供应链不太稳定 以下盘点的 日系City Boy风格品牌呢 都是更偏向兄弟们 日常上学上班 都可以轻松驾驭的 单品风格 价位上啊 也更容易接受 咱们继续 Fly's Service 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 City Boy品牌 也许是大佬 难贵之的 YRDK买手店 太过人气 又或者是 Graph Paper的 清洁感系单品 让人太过印象深刻 同是难贵之主理的品牌 Fly's Service 却没有那么高的人气 事实上 难贵之和长谷川昭雄 也是多年都保持着 合作的关系 Fly's Service的 Look Book的搭配和拍照 也一直是由长谷川负责的 品牌主打的是 美式复古风 多少啊 也能看出一些 DCDT 类似的氛围 这个风格啊 也正是长谷川 最擅长的 合作中 2021年的Look 堪称经典 脏兮兮的 美国工人阶级造型 偏偏啊 又透露出一种 清洁感少年的氛围 真的是啊 让人拍案叫绝 品牌比较推荐的单品 除了标志性的定番 四代衬衫之外 我更推荐的 反倒是各种配件小物 难贵之 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式生活方式 而不仅仅是服饰穿搭 这个理念啊 倒是跟Nego的 Human Made非常一致 Fest Service的 渔夫帽或者是棒球帽 都是City Boy 秘入的基础配件 颜色选择啊 非常美式复古 大概7000日币左右 算是正常的价位 此外啊 还有钥匙扣 咖啡杯 单车水瓶等等 都非常的推荐 基本上呢 都不会超过5000日币 好看又实惠 入手方式很简单 新开的旗舰店 就在Human Made的 Offline Store旁边 多少啊 有些对标的意思 来元素 一定要去逛一逛 由长谷川招雄 自己亲手主理的品牌 Nautica Japan和Column 基本上啊 是被我划分到 同一个品牌了 从Nautica的 两面穿卫衣 一炮而红 品牌啊 一直以来的特色 就是超大版型 重磅面料 以及美式复古 基础款的设计 进入了23年 不知道是Nautica的 品牌授权问题 还是长谷川 和Freak Store的 母公司集团 Daytona 有了新的合约 总之 新品牌Column 又完全取代 Nautica Japan的意思 不论设计啊 还是用料做工 都比现在的Nautica 升级了不少 作为长谷川的 亲儿子品牌 意外的是啊 偏偏走的就是 评价和放量的路线 入手难度极低 比较推荐的 也是基础款 卫衣 T恤 还有滑板休闲裤 T恤六七千 卫衣呢 也就一万日币出头 我作为品牌的忠实粉丝 经常买单 也做了不少的开箱 有兴趣的兄弟 可以翻翻看看 我的开箱系列 品牌汁油且亮大 入手难度低 想入手的兄弟呢 要去翻看一下 我的新速 以及色谷的日潮攻略 找到Freak Store就行 有人说 Beams呢 是City Boy的大本营 不无道理 其实Beams主线啊 作为包罗 所有日系流行风格的品牌 其中每一季呢 都会出很多 符合City Boy风格的单品 军事风 工装风 还是基础款都有 而且价位低 入手容易 说是City Boy的U1库 也不为过 我自己呢 常买一些单品 有兴趣的兄弟啊 可以翻看一下 之前的开箱影片 重点推荐一下其中 Beams Japan这个支线品牌 熟悉我的兄弟 肯定知道 其中的基础款 一直就是我的最爱了 每一季的基础T 我都是多色必入的 日产的面料 真的是很绝 而七八千日币的价位呢 小贵 但是绝对值了 主要是品牌的款式 绝大多数 都是oversize风格 入手方式呢 参考一下我的新速攻略 而且再早之前呢 我也专门拍过 Beams Japan的探店 以上呢 就是我给入门日潮的兄弟 简单的聊了一下 我对City Boy 这个日潮风格的理解 和我推荐的品牌 及其全头单品 希望对喜欢这个风格的兄弟啊 来日本旅游购物时 有起到参考作用 当然啊 这个风格的日系品牌太多了 比如YLDK买手店里 几乎每个品牌 都是很匹配这个风格的 我只是选了我比较熟悉 且自己有购入的单品 来做推荐 事实上这几年呢 我一直有听说过 City Boy这个风格已经没落了 Clean Fit崛起之类的说法 对此我的看法是啊 说实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看到了很多潮流风格的轮回 与其追来追去啊 不如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 来打磨到极致 而且就是在所谓的 City Boy没落的这两年 偏偏是CC SFC C弹 这些和新品牌崛起的两年 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啊 也有穿了快20年的 WACOM MARIA的牙皮风格 到现在一样聚会时 人人都说帅 潮流来来去去 希望兄弟们啊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帅气风格 下一期 希望看到我聊聊哪个日潮风格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哦